文哲았即興 字幕提供 簡單做一個介紹 就是我們將來會積極推動空檢量小組的運作 以及我們會去定期執行成效的督導 那我們目前是在跟教育部合作 針對2.5不比良的學童應變部分 那我們要先把這個血統的健康部分要先做一個確保 那另外總量的部分其實我們也近期也在積極的執行 那我們大概在6、7月後會有一個新的進度 這個參考環保署的這個台西側站 那麼我們比較了我們施工前背景值 以及一直執行到現在六星市起的這個平均值 我們可以看到已經逐漸恢復到建長期的這個 第二個針對PM2.5跟PM10的部分 那麼我們除了進行質量濃度每一季的監測以外 我們也進行成分的分析 那麼從101年到103年實際檢測 我們可以看到PM2.5實際上在這一個地區是略有改善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從在PM2.5的部分 我們每一季的那個檢測 那麼是沒有辦法來反應那麼除草的變化 所以建議我們PM2.5 那麼環保署可以盡快來公告連續自動監測的方法 我們會配合來把採樣檢測變更成連續自動監測 那麼另外我們也會配合整個政府在推動PM2.5防治的部分 那麼企業會完全的來推動 好 那他說那環保署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定了很多的標準 那麼為什麼我們的空氣還不好 那我想說這個應該是法律上面有些問題 我在學校教了15年的環境法 那他說那你可不可以從法律上面告訴我哪邊法律有問題 我說我們有一個空氣污染防治法裡面也可以做這些這些這些 那請問 爸爸 那為什麼這些法到現在位置還沒有辦法讓我出門 如果法律有問題 是不是趕快修法 如果我們定的標準不對 是不是趕快改標準 如果你們的執行力有問題 趕快跟立法院拜託立法委員多給點資源 讓你們可以去做這些執行 中期的這個升級的標準 是不是更加嚴格一點 那再來其次就是說 我們家長還有學生老師 事實上對PM2.5的認識可能還不夠 是不是說可以在宣導方面可以再加強 那最後一點是說 這個 現在目前那個很多監測 現在發現說這個很多沿海 Paywalk 2.5 反而是靠近山區的抖六非常嚴重 是不是我們對抖六地區的這個學生 做一個健康調查或是研究 是不是說這些學生 他們的那個身體健康 是不是已經受到很大的危害 那是不是可以用這個經費來 來做這個學生的這個身體健康 這個平常許可證 它不只是雲林縣政府的權利 更是縣政府為人民健康把關的責任 空氣污染防治法第一條 縣政府各級政府應該盡力維護 國民健康跟生活品質 而環境基本法第26條 所以訂定這個許可證 是為了有效管控污染源 許可制就是把關 這是個責任 再來 再來我們認為理性黨不應該宣示空的東西 因為自治條例的審議權是在現議會 我們通常知道自治條例的通過是多麼的困難 它必須經過程序委員會再經過一讀二讀三讀 程序委員會必須通過五分之三以上的委員 統一才可以進程序委員會 這個自治條例光是要進程序委員會 就有難度登天了 那更何況一讀三讀二讀 那如果在這個會期沒有通過 下一個會期全部重來 從程序委員會全部重來 請問等到這個立法通過之後 自治條例的立法通過之後 還要死多少人 所以 我們認為現場不要宣示空的東西 先把自己的責任做好 領頭羊就是先做好自己的責任 再來 我們認為現場今天帶這麼多縣市首長來宣示 最該做的是什麼 應該是帶著林佳龍還有陳菊 林佳龍跟陳菊共同宣示 一樣停發許可證 因為目前台灣最大的PM2.5排放 還有這些毒害 除了雲嶺的六親 就是台中的電廠跟台中的鋼鐵業 還有高雄的電廠鋼鐵業 排放的PM2.5是位居第二跟第三名 只要林佳龍、陳菊、李金勇縣長 共同宣示停發許可證 台灣的空氣馬上得救 剛剛有人提到說關於空氣監測戰的問題 那我希望說在像東北季風到梅雨季節前這段時間 是雨量比較少的時候 那也是這個空汙的指數比較高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在今年的十月前東北季風來之前呢 我們就來在這個雲嶺的各個鄉鎮設置好空氣監測站 並且將這些數據公布出來 這樣子才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當空汙指數標高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SOP的應變措施 那另外呢我也希望說 今天我們的那個環保局的長官在這邊嘛 那我也希望說 長官能不能夠在你的任期前 任期內呢 像我們這些大眾門來去公告說 並且立即來去設置我們 東張陀吉平江南地區的空氣風量管制 各位所提出來的 我把它整理一下 總共回應兩點 第一點是有關這個 相關法令的修改 我想在立委的監督之下 我們不管是標準的家延 或者是各種法規命令的整理 那我們會加勢來做 那這個也是在 向在座各位報告的 那第二個是 我們會積極的來推動整個 空屏區的總案管制計畫 我們在去年的12月12號 預告了第一個總案管制 在高屏地區 那我們目前是還在法令作業當中 但是我們除了總案管制計畫以外 我想今天大家所提出來 最重要是減量 我想在座有很多業者 他一定會講說 那我每一根電衝線都符合標準 那我們空氣還是不好 我們法令再繼續減下去 那他是不是就要觀察 當然各位可能就很期待就是觀察 但是這也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我們總案管制是一個經濟誘因的方式 那這個我們會在 不管是台中綠區 或者是雲嘉南 中山頭跟雲嘉南 都會來推動 那最主要的還是推動減量管制 所以我們會到每一個縣市 會要求他 我們成立減量的行動小組 會要求每一年至少 減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五以上 那我們要知道 空氣污染來源是相當多面的 除了固定污染源工廠以外 我們還有汽機車的移動污染源 我們有營建工地 剛剛也有一位先進提到的 我們的燃燒的紙錢燒香煙火炮煮等等 那這些都要前面的減量 我會把納入各縣市 跟中央共同努力的方向 並列入考核 拉雲 鞋vern police 幹 vi 喆 周 ち